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加拿大故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1858年,弗雷泽河淘金热 狼以为是挖骨头大赛 21947年,加拿大发现油田 鹅群雾以为是泥浆派对 31999年,姆纳伍特成为加拿大领土 企鹅以为是冰雕斩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1858年 弗雷泽河淘金热 狼以为是挖骨头大赛 好吧,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个 让加拿大西部狼群都困惑不已的年代 1858年的弗雷泽河淘金热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只四处奔跑的狼 突然发现你的领地上出现了成群结队的两脚生物 它们挥舞着各种奇怪的工具 疯狂地挖掘河床 你可能会想 哇,这些家伙 一定是在举办全年最大的挖骨头大赛吧 但实际上 这些两脚生物 也就是人类 是被发现在弗雷泽河中的金子吸引过来的 这场淘金热 几乎是一夜之间爆发的 就像是当时的社交媒体上 突然刷屏的热门话题一样 消息传得飞快 人们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 希望能在河流中 逃到改变命运的金子 这场淘金热 不仅带来了成千上万的淘金者 还带来了商人 冒险家 甚至是一些寻找新生活的家庭 他们建立了临时的营地 甚至一些永久的定居点 这些地方后来发展成了 今天我们所知的城镇和城市 但是 对于那些狼来说 这一切变化 无疑是令人困惑的 他们看到这些人类挖掘河床 洗刷沙粒 但似乎从来没有人真正高兴地 咬住一块骨头 相反 这些人类似乎对一些闪闪发光的小石头 更感兴趣 这些狼可能会想 这些石头有什么特别的 难道它们是某种稀有的 美味的骨头吗 不过 淘金热对于狼群来说 并不是一件好事 随着人类的到来 狼的栖息地受到了威胁 狩猎变得更加困难 而且 它们还必须学会适应 或避开这些新来的领地竞争者 最终 弗雷泽和淘金热逐渐平息 许多淘金者离开了 但它们留下的影响却永远改变了那片土地 至于那些狼 它们可能仍然在想 那些疯狂的日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那些两角生物 如此执着于挖掘河床 而不是像正常的狼一样去狩猎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群人聚在一起 疯狂追求某样东西时 不妨想想 那些困惑的狼 它们可能会认为 我们人类只是在参加一个非常奇怪的挖骨头大赛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1947年 加拿大发现油田 鹅群误以为是泥浆派对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1947年 那个让加拿大鹅群也疯狂的历史时刻 想象一下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加拿大的勘探者们 在爱博塔省的乐度客号 La Ducneau 1 钻井点 满怀希望地寻找着黑色的黄金 石油 而在不远处 一群毫无戒心的鹅群 正在享受它们的日常生活 突然 地下的压力释放 石油如同喷泉一般喷涌而出 这一幕对于人类来说 无疑是激动人心的 但是 对于那些鹅来说 这简直就是一场意外的派对邀请 你看 鹅是出了名的好奇 也对泥浆有着难以解释的喜爱 所以 当它们看到地面上黑乎乎的液体时 可能就会想 哦 看那边 伙伴们 是时候享受一场泥浆狱了 于是 这群无知的鹅 就扑腾的翅膀 兴高采烈地飞向了这个泥浆派对 它们可能还在想 这泥浆派对的主办方真是慷慨 连泥浆都是温暖的 然而 很快他们就意识到 这并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泥浆狱 而是一场油腻腻 黏糊糊的灾难 这个小插曲 虽然对鹅群来说可能不太愉快 但对于加拿大来说 却是一个转折点 乐杜克发现 标志着加拿大成为石油生产大国的开始 它不仅改变了加拿大的经济结构 也对全球能源市场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对于那些鹅来说 它们可能成了第一批意外体验到 石油洗浴的野生动物 不过 别担心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 和野生动物保护措施的加强 我们现在更加注重在开采自然资源的同时 保护我们的羽毛朋友们 确保它们不会再次误闯人类的派对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群鹅在湖边悠闲的游艺时 不妨想象一下 如果它们知道自己的祖先 曾经参加过一场如此独特的派对 它们会作何感想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1999年 努纳伍特成为加拿大领土 岂而以为是冰雕展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1999年的一件大事 那一年 加拿大的地图上 多了一块名叫努纳伍特的地方 这不是一场魔术表演 而是加拿大政府和当地原住民 经过多年谈判后的结果 努纳伍特这个名字 在英纽特语中意味着我们的土地 这是一个对于当地居民来说 意义重大的时刻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企鹅是这场盛世的目击者 它们可能会有点困惑 首先 企鹅其实是生活在南极的 所以它们出现在北极的努纳伍特 会是一个地理上的大事物 但假设它们真的在那里 这些可爱的小家伙 可能会以为 自己走进了一场盛大的冰雕展览 毕竟努纳伍特的冰天雪地 对它们来说 是在熟悉不过的景象 企鹅们可能会好奇地围观 用它们那不太灵活的小翅膀拍打着 讨论着这些冰雕 究竟是怎么做出来的 它们可能会对那些刻着精细图案的冰块 表示钦佩 甚至还会 对某个特别像企鹅的冰雕停下来自拍 毕竟谁不喜欢 看到自己的雕像呢 当然 企鹅们对政治和地理的无知是可以理解的 它们毕竟只是寻找下一顿鱼餐的可爱生物 但对于努纳伍特的居民来说 这不仅仅是一场冰雕展 而是一个新的开始 一个它们可以自主管理自己土地和资源的开始 所以 当我们庆祝努纳伍特的成立 也许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企鹅们在那里开心地滑行 虽然它们可能对这一切都一头雾水 但它们的存在 无疑会为这个重要时刻 增添一些轻松和欢乐 总结一下 这些故事向我们展示了 人类活动对自然世界的影响 以及动物们对这些变化的反应 无论是狼群对淘金热的困惑 鹅群对油田的误解 还是企鹅对努纳伍特的惊讶 这些故事都带给我们一些轻松的笑声 但是 它们也提醒我们要意识到 我们的行为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并尽可能采取措施 来保护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 我相信 通过了解这些故事 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 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 以及我们对环境的责任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群人聚在一起 追求某样东西时 或者看到动物们对人类活动的反应时 请回想一下这些故事 也许你会有一些新的思考 好了 接下来是观众互动环节 我希望听到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对这些故事有什么样的看法 或者你有什么其他有趣的故事 想要分享吗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